三二三地震让正在拓宽的花莲玉里玉芯大桥崩落 经过工程单位的检修 24号晚间已经恢复旧墙面通车 今天立法委员傅昆奇以及交通部特别前往视察 相关拓宽工程 傅昆奇表示要全面检视目前有的工程 耐震度是否足够 而这些经费行政院还有预备金可以支出 但整座炒梁完工期恐怕还要在延后五个月 为了要赶紧恢复玉芯大桥的交通 苏华改工程从24号就开始对桥面 桥梁 桥墩做完整的检修 虽然旧桥没有受到地震影响 并且已经在当天晚上10点恢复通车 但两侧的玉立梁则是挥损严重 立法委员布昆奇与交通部等单位特别前往视察 我们会跟陈寝行政院交通部内政部 跟花莲县政府尽快把所有的灾损降到最低 而且立刻的把它回复原状 那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的话 我们也会邀请交通部以及内政部 还有花莲县政府 对于所有花莲县境这些重大的公共工程以及桥梁 做一个全面性的检视 以因应未来可能万一再有天灾的时候 我们有最完整的准备 让所有的伤害降到最低 交通部也前往玉床公路视察 由于余震不断 附近的居民非常关心地震带的公共工程 是否还会有其他可能发生的灾害 交通部则是承诺会一并列入检讨 去检讨一下所有的在地震带 就是刚刚讲的菲律宾欧美板块 接近的地段的公共工程 是否耐震补偿强度够 我们也会来通盘检讨 那未来是不是所谓的 好发期会频率会增多 我们也会去做检讨 有必要的话 我们也会透过工程会来 跟所有相关的公共工程 公共工程一并来做一个考量 玉长公路目前已经恢复通车 不过玉兴桥原本是明年5月竣工 目前工程恐怕延迟5个月 现在虽然开放中间的旧路通行 但呼吁驾驶进入玉里镇市区前 请减速慢行 记者高双双玉镇采访报道